歷史超過一百五十年的 萬金聖母聖殿 張燈節彩 要迎接平安夜 慶祝耶穌誕生 而教堂外也是熱鬧紛紛 外地遊客一波一波湧入 攤商趕著擺攤位 教堂周邊道路擠得水泄不通 好啊 每年就有很多人 越晚越多人 那會影響到你的生活嗎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幾年萬金耶誕季知名度大增 去年耶誕節前後兩天內 共湧入近十萬遊客 大家都想趁著特殊節日 來鼓蹟朝聖 今年屏東縣政府擴大協辦 從十二月一號就點燈 節慶活動延續將近一個月 不過周邊街道規劃了文創市集 卻被批評像夜市 讓萬金喪失地方特色 因為有人潮 那攤商也跟著進來 而且幾乎到達失控的一個地步 那所以明年大概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會審慎思考 會跟在地的鄉公所 村長 社區 還有聖殿這邊 共同做一個討論 縣府規劃的文創攤位 再加上慕名而來的流動攤販 幾乎佔據教堂門口的萬星路 和萬德路 綿延數百公尺 社區弥漫商業氣息 反而原本家家戶戶都會動手布置的 馬曹和聖誕樹越來越少 較有擔心失去平安夜的意義 而縣府則承諾 會全盤檢討改進 希望能兼顧宗教氣氛 和當地商機 記者呂宗芬 孟昭全屏東報導